眼下已经进入到巴黎奥运会第六个比赛日 中国女排也将迎来第二个小组的对手 东道主 法国女排 按照赛程的安排 中国女排将在8月2号凌晨3点迎战对手 回顾巴黎奥运会首场小组赛 中国女排表现非常的出色 虽然在2比0领先的情况下 被美国女排逼平了比分 但最终在决胜局中国女排 还是非常的果断打败了对手 取得开门红 也掌握了晋级八强的主动权 所以按照中国女排目前的表现 其实有些球迷也对中国女排 接下来的征程充满了乐观的态度 认为我们去对战第二个对手 东道主 法国女排 说不定可以3比0顽虐对手 因为法国女排是整个小组当中最弱的对手 而中国女排最近的状态非常不错 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似乎是一场没有任何悬念的比赛 然而事情的真相真的是这样吗 中国女排真的可以这么轻松 就踏入淘汰赛的门槛吗 想要知道答案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 郎平和朱婷到底是怎么看待的 首先在本场比赛结束后 央视采访了郎平 询问了她对中国女排的具体看法 那么郎平除了点赞中国女排球员的表现之外 其实也指出了我们球队的问题 认为中国女排在应变能力方面差了一些 除此之外 应对法国女排这个对手 郎平也非常严肃的提醒朱婷和蔡斌 他们一定要在战略上高度重视这个对手 因为在郎平看来 其实法国女排有一些主力队员 在欧洲顶级联赛磨练 征战过大赛的经验还是非常丰富 估计也会给中国女排造成不少的困难 再加上对方拥有主场优势 这都是中国女排没有办法相比的 所以郎平相当于给中国女排泼了一盆冷水 告诉我们的球迷 告诉我们的球员和教练 不要轻视任何一个对手 否则分分钟有可能暴冷遭遇滑铁卢 所以我们也希望蔡斌 他们一定要小心应对第二场小组赛 另外一方面 在打败美国女排之后 朱婷接受采访 实际上也谈到了中国女排的一些具体的表现问题 朱婷当时记者提问朱婷说 中国女排在一开始的时候 一度取得了2比0的领先 后面为什么会被逆转追平了比分呢 那么朱婷也给出了明确的回应 他说比赛就不能够有假设 在比赛结束之前 所有的比赛结果都有可能出现 所以需要球队做好每一步 打好每一场比赛 所以从朱婷这番话 我们也能够了解到 在对阵法国女排的比赛开始之前 所有的假设其实都是不成立 因为竞技场上是瞬息万变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弱队也有可能暴冷打败强队 所以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还是得脚踏实地地打好接下来的比赛 不屈不急不躁 我们才有可能实现预定的目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击得通过